11月29日,对中国足球来说,应该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11月29日,因为王双首次成为亚洲足球小姐,而在王双摘得大奖后,她所在的俱乐部巴黎省智尔曼女足,和女足欧冠华帮推特期发生庆祝王双获奖。 上一次欧冠官方为中国人发声,还是在今年10月18日,同样是因为王双,那一天她打进了自己在女足欧冠的首例进球,也是中国球员在欧冠历史上的首例进球。 19年后,中国球员再次凭借自己的实力征服了欧洲,而上一个正式孙文。 在29月进行的亚足连2018年度颁奖典礼上,中国球员王双首度获得亚足连颁巴嫩亚洲足球小组大奖,这是她首次荣获专项大奖。 凭借此项成就,她也成为晋孙文、白姐和马小叙后,第四位获得亚洲足球小姐的中国球员。 而在中国足球历史上,她也成为第六位摘得亚足连年度最佳球员的中国人。 前面五人分别是,孙文1999年,白姐2003年,马小叙2006年,半句义2001年和正至2013年。 在颁奖现场,王双用英语发表了自己的获奖感言,她坦言,能够拿到这个奖项。 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我要感谢我的国家,感谢中国足鞋,感谢中国女足,还要感谢我向立国的俱乐部,感谢我的教练和队友,感谢所有支持我的球迷,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以及在我困难时候对我进行的鼓励。 能够获得这个奖项,让我有动力踢得更好。 与此同时,王双也对明年将与法国进行的世界杯做了展望。 他表示,在明年的世界杯上,我会争取有着更好的表现,获得这项荣誉,对我来说绝对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其实,王双能够摘得2018年度的亚洲足球小姐颇为不易,因为中国女足在今年只获得亚洲杯女足季军和亚运会女足亚军两项荣誉,都没有摘得最后的桂冠。 他此次能够当选亚洲足球小姐,完全是凭借自己在俱乐部的出色表现。 在加盟大巴黎女足后,王双迅速成为球队的核心球员,在目前为球队踢的12场比赛中,他贡献4球4助,表现相当出色。 在王双荣获亚洲足球小姐后,他所在的俱乐部大巴黎女足官方第一时间发来祝贺,恭喜王双,我们的球员赢得了亚洲足球小姐。 与此同时,女足欧冠官方也来祝贺,恭喜PSG球员王双赢得亚洲联足球小姐,甚至还作出主下预言,明年5月,她会成为第一位赢得女足欧冠冠军的中国球员吗? 而上一次女足欧冠官方为中国球员发声,同样也是因为王双,10月18日,王双在与林雪平女足的欧冠比赛中,打入个人首例欧冠进球。 赛后,女足欧冠官方第一时间发来祝福,恭喜王双创造了中国足球历史。 看到如今的王双,让我们不由的想起当年的孙文。 事实上,上一次真正征服欧洲的中国球员,正式曾荣获世界足球小姐的孙文。 1999年,孙文率领了中国女足,挺进世界杯女足决赛,尽管没有摘得最后的冠军。 但是孙文却凭借个人的出色表现征服了全世界,其中自然也包括挑剔的欧洲。 他也摘得了该项赛事的金靴,而在19年后,23岁王双接过了他的一波,凭借在大巴黎的出色表现,王双终于征服欧洲足球,再次创造中国足球历史。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